第三題 物體受外力之合力不為0的時候 如果一個物體 外力不為0 它一定有加速度 加速度的話 它說A速力B力改變不一定 我們知道加速度是速度對時間的變化力 速度是一個向量 我們說速度改變包括什麼 包括方向改變 它有可能速力不變 但是方向改變了 那這樣也有加進度 像什麼 像等速力演奏運動 它就方向改變 速力沒有變 所以A的話是不對的 速力它不一定改變 速度一定改變這個對 速度的話 不論方向或是速力 只要有一個改變 或是兩個都改變 都是代表速度改變 所以B的話 速度一定改變 真B是對的 看C 運動方向一定改變 那不一定 可能是大大小有變 但是方向沒有變 B 速力運動方向一定改變 不一定 就是說可能只有一個改變 也有可能兩個改變 不一定 這樣看E 必做加速運動 這個當然對 因為它有力的話 它就一定有調度 所以E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B1 這樣現在表示會保存妥 是對4 basically3 再對4公機的助力 未來有1公機的